那MySQL呢在装好之后呢 后面的话我会经常会遇到它的一个启动的问题啊 那么启动呢 它的一个语法命令呢 和我们之前的其他的语法命令基本上一样的 也就是SERVSES 没有S啊 CE 然后呢MySQL D 启动就是START 停止就是STOP 重启就是RESTART 这个是这个命令啊 语法 启动停止和重启 那其实我们之前的MySQL呢就已经启动了 那么后面的话 就是涉及到一个怎么去进入MySQL 怎么去进入MySQL 进入MySQL的一个方式 它不是管理数据库的吗 现在都没有时间要看数据库了 怎么看呢 进入方式 进入方式的语法格是在当前命令行下面 输入MySQL 空格 杠 U 然后这个U后面呢 这个空格呢 加不加 没关系 你加也行 不加也可以 杠U后面呢 加上你的用户名 用户名 这个空不空都行啊 那空不空都行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空着吧 为什么空着呢 因为你其他地方机的语法也都空着的 对吧 所以如果想放在一起机呢 就建议是空着 加用户名 然后空格 加P 空格 密码就不用输了 密码就不用输了 为什么不用输呢 为了安全 为了安全 对 你如果在这后面直接输密码了 那是名文密码 因为它把密码当成命令的一部分了 所以刚P我们就先不输了 不输的时候 你按回车之后 它会让你输入密码的形式 单独输入密码 所以这样保险一点 我们建议大家呢 就写这种方式 不要在后面加密码了 当然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加密码 那这个不是现在 则是在后面啊 和在一起分开都行 都是OK的 都可以啊 有的地方会看到一些资料上这么写的 杠U密码 然后杠P 杠U用户名杠P密码 这么写的 也可以 没有什么限制要求 它比较灵活 怎么记得都行 好 来试一下 my circle 杠U 写在一起 然后呢 杠P就不要输了 密码就不要输了 一输就是冰文显示了 按回车 Enter Password 现在让我们输密码了 那么密码就是它 我拿过来 三过来 三过来 回车 进不进来 进来了 你会发现 明显的命令行和前面不一样了 我们以前都是root at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加上个路径 你看现在 变成my circle了 变成my circle了 那现在有个问题啊 那咱以前那个ls 现在能用吗 ls就不能用了啊 ls还有什么pwd那些东西 就都不能用了 这里面能写什么呢 这里面只能写我们my circle的命令 只能写my circle的命令 你看到这个界面 就已经进来了啊 它这边有提示 copyright的版本 2020 2000年到2013 然后oracle oracle公司的 然后and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typehelp 接入help forhelp 不去帮助 type-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c呢 表示清评 其实类似于我们之前那个clear 表示清评啊 然后杠连续帮助 杠连续帮助 行啊 那这些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边的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 这是进入方式 进入方式呢 按这种方式来进入就行了 my circle 然后-u 后面-p 密码呢 换行数就ok了 那么能进 我们就得会退出去 退出去什么 退呢 空中下c好不好用呢 好不好用 好用是吧 这个进程肯定会在运行的 因为数据库需要持续运行的 即使你退出 它也在运行啊 那刚才这个地方 杠c是一个方式 但是杠c呢 我们不大建议大家用 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的 my circle 命令 那这里面的话 退出方式当机这个 exit 你看 他告诉我 bye 再见 是吧 但是你用空中下c的话就不知了啊 他就没有bye了啊 他就没有bye了 所以合理一点 咱是用这个exit 叫退出 这个呢 是进入方式 那么退出 my circle my circle 到 我们的 Ninux 就是命令行 他那个语法格式 那这边呢 my circle 用它来表示了 my circle 然后呢 exit exit就可以了 叫退出 行 my circle的进入方式和退出方式 这两个呢 需要去记一下的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需要频繁的去用这个 my circle 可能啊 比如说 导入导出啊 到时候呢 就要去用它了 所以这个命令呢 一定得记着 好 接下来呢 第四个呢 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一些东西的 就是说 my circle呢 在安装好了之后 有一些重要文件 它所在的这个位置 这个需要我们去知道啊 通过Yarm安装之后呢 默认的位置 它不像之前编译 编译我们可以指定位置 这个不一样 它的位置是根据 Ninux的一个习惯 它自己会放在对应的位置的 比如说 我们数据库 它是纯数据的 那么这个数据呢 最终肯定还是以文件的一线存储的 那么这个文件存在什么地方呢 数据库文件 存储在 VR Leap下面的 my circle 存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 LNS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my circle 存数据库的 对应的位置 Leap my circle 这是数据库 文件的位置 除了这个呢 我们数据库呢 又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呢 在ETC下的有个叫 my.cnf 没有O啊 没有O 它和其他不一样啊 其他都有个C1F 都有个O 这里方没有O 就直接是C1F LNS ETC 下面的my.cnf 这两个文件啊 这两个文件 或者说文件夹吧 它在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记得 特别是 这个 我们可能跟它 打交道的这个次数 可能稍微还多一点 但是my circle 这个配置的话 它不像这个 Apa 结合NX Apa 结合NX呢 可能经常需要去改配置 那么这两个文件 就是这个目录 和这个文件的话 我们一般呢 是不动它的 一般不动它 或者说动它的概率呢 比较小 但是呢 也得知道 所以这块呢 咱就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知道有这么两个位置 一个是VR Libre MySero 另外一个是ETC下的 My.cnf